歡迎收聽星期二 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0月15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新任財商侯俊偉 接替上任只有38天的關號艇 擔任新的英國財商 他今天先後接受Sky News和BBC的訪問 侯俊偉說 英國正面對武漢肺炎疫情 和生活成本危機等困難 國民需要的是穩定 所以他願意接手財商這個職位 為國民做正確的事 侯俊偉批評 前財商關號庭 在迷你預算案中 做了兩個錯誤的決定 包括一度計劃撤銷婦人稅 和不跟從預算責任辦公室的經濟預測 而手上卓偉師也意識到這些錯誤 侯俊偉說 手上已經意識到這些錯誤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給我向國會和市場 展示我們的稅項和支出計劃是可行的 侯俊偉說 政府需要在支出和稅收之間作出艱難決定 減稅的速度將不會像國民期望 而部分稅項更加會調高 但不代表英國要重新實施 像12年前的緊縮政策 不過 侯俊偉就拒絕就 今月31日公布的中期預算案 作出任何承諾 侯俊偉說自己已經獲得卓偉師批准 調整上個月的迷你預算案 他又強調需要向全世界展示財政上可行的計劃 令情況重回穩定 有支付機構分析說 侯俊偉需要在短短兩個星期內 研究出削減200至400億英鎊的公共開支方案 證明政府能做到收支平衡 令市場重拾信心 最近英國有傳媒報導 習政保守黨內有議員開始計劃對卓偉師逼供 侯俊偉就強調 國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團結的保守黨 雖然他未有在黨魁選舉中投票給卓偉師 但他說他會支持卓偉師 因為統一卓偉師的基本經濟政策 包括提供公共服務 侯俊偉說我沒有投票給卓偉師 但我現在支持他 因為我統一他的基本國策 就是令我們重新增長 對於卓偉師應不應該下台 侯俊偉說他的表現應該由國民在大選中判斷 英國民意調查機構YouGov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在2270名受訪者當中 有49%表示支持換走關號庭 當中包括51%的保守黨選民 但對於侯俊偉的新任命就比較負面 只有14%的受訪者認為 侯俊偉可以處理財政事務得宜 相反就覺得他無法升任的受訪者 就有39% 另外根據Sky News的消息 一批保守黨國會議員已經去信保守黨內 1922委員會 對卓偉師表達不信任 報道說根據保守黨的規定 新的黨魁想台後一年內都不會被迫供 但如果不信任的信件太多 委員會主席或者可以改變這個規則 意味著卓偉師的地位或者不穩 保守黨內也有聲音表示 如果再次迫供 將會是對保守黨的自殺行為 而威爾斯事務大臣白諾賓也認為 應該先等待政府領導國家到過寒冬 現在重新選出保守黨黨魁並非上賊 另一方面根據彭博社的分析 卓偉師今次委任侯俊偉作為新的財商 是一大倒注 侯俊偉本身屬於保守黨中間偏右派 曾經支持卓偉師的對手 前蔡商新委成出任首相 而侯俊偉本身也都被看成為 可能接任卓偉師升任首相職位的人選 無論侯俊偉是否不負所託 令英國經濟重返正軌 卓偉師實際上已經交出了大量權力給侯俊偉 這將會令卓偉師更難保守首相職位 彭博社說侯俊偉給人的印象是處事冷靜 雖然卓偉師會向他施壓 要他按著卓偉師的經濟計劃進行 但侯俊偉應該有能力安撫市場情緒 侯俊偉曾與前首相卡梅倫 和文翠山共事當年 擔任過六年的衛生部部長和一年外交部部長 在卓下部長職位後侯俊偉成為後助議員 仍然表現出色 在2020年擔任議會衛生及社會關懷委員會主席 因為對內閣被受救病的武漢肺炎應對疫情 發表尖銳的提問 而贏得不少學彩性 原來侯俊偉還有另一件事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她老婆原來是中國人 在中國西安出生 侯俊偉在2009年和她老婆Lucica 當時她老婆Lucica是一名華裔的留學生 他們在2009年結婚 兩個人婚後生了三名子女 侯俊偉在2019年曾與約翰遜競逐保守黨領袖 她老婆Lucica當時多次公開現身支持她老公 更接受英國媒體訪問 分享與侯俊偉的戀情 Lucica說平時會稱呼喉俊偉為大米 她透露大米這個名字是由她老婆為她改的 Lucica說當年她們兩個人 回去中國西安的鄉下舉行婚禮 她用普通話跟她老婆介紹她老公的名字叫做傑米 而她老婆認為傑米這個名字發音很難記 於是她老婆就改為大米 所以Lucica就自此跟隨她老婆的做法 就用大米這個戀情去稱呼她老公 後俊偉和Lucica在華威大學舉行的活動中認識 至今已結婚12年 下一次新聞 在電影《哈里布特》中飾演海格的蘇格蘭演員 羅比扣特蘭離世中年72歲 羅比扣特蘭重演超過40年 初期以電視喜劇角色為主 去到1990年代初她是連續劇解密高手 飾演主角犯罪心理學家 她徵賺的演技令她成功改變戲路 連續三年贏得英國電視學院獎士蒂寶座 她期後參演多部電影 包括《占士邦》系列《今晚證》和《黑日危機》 近年就以《哈里布特》中海格這個角色 最圍繰一隻人口 2006年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 表揚她在演藝界的貢獻 羅比扣特蘭週五昨天在蘇格蘭醫院離世 《哈里布特》系列作家J.K.羅林 讚揚她極具天賦 很慶幸認識她和她共事 以蘇格蘭首席部長施亞程形容 《羅比扣特蘭是娛樂圈的傳奇》 另一方面 《哈里布特》的作者J.K.羅林 近年多次被外界質疑失言 導致支持者人數大跌 羅林在週五在社交媒體 Twitter發問 有人留言問她對於失去 《哈里布特》的支持者 如何能在晚上安然入睡 J.K.羅林很囂張回應 我看到板碎支票之後 發現痛苦就很快消失了 J.K.羅林的回覆獲得不少贊賞 同為作家的Matthew Loeb 就帶讚她夠全 很多網民留言表示 以哈里布特當年受歡迎的程度 和重要性 一點都不誇張 不少人還說哈里布特 陪伴他們度過青少年 和學生時代 羅林今年的言論多次受到批評 例如關於變性人 和女性月經的言論 甚至在《哈里布特》電影版 上映20週年的特輯中 身為作者的她 竟然沒有被邀請親身感受 而根據美國媒體Business Insider估計 羅林的身價介乎6.5億至12億美元 下一則新聞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選出新任主席 有對華鷹派議員凱恩斯當選 她說政府需要在未來20年保護英國 免於像恐怖分子一樣的國家的威脅 外交事務委員會 是由不屬於英國政府內閣成員的 國會議員所組成 負責監督英國的外交部工作 前任主席董勤達 最近經續英國保守黨黨魁 獲邀加入卓偉市內閣 擔任保安事務國務大臣 所以這個外交事務委員會 就需要選出新的主席 現年34歲的凱恩斯 做了議員只有三年 在競選中擊敗 多名擁有豐富外交經驗的候選人 成為外交事務委員會 第一位女性主席 凱恩斯是英國中國研究小組的主席 這個小組由保守黨議員成立 經常發表研究 就人權問題批評中國 中國政府在去年也宣布制裁這個小組成員 而一直關注香港人權問題的英國組織 香港監察香港Watch 行政總裁羅傑斯就說 歡迎凱恩斯當選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他形容在這次選舉中的最後三名候選人 包括施智安、霍里林 都是對中國刺強硬立場 顯示出近年英國政界已經對中國改變看法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沒錯 聽升旗易得道可能都經發 我認為裝了VPN對你可能都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